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冬夜的温馨,鸡汤的诞生 二,鸡汤的传承,祖母的呵护之道 三,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暖,鸡汤的家族情怀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冬夜的温馨,鸡汤的诞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对于温暖的追求从未停歇 在冬夜的寒风中,我们的祖先围坐在篝火旁,分享着食物和故事,以求身心的温暖 而在这些温馨的场景中,有一位不起眼的英雄默默地发挥着作用,那就是鸡汤 鸡汤的诞生,可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 想象一下,在古代的某个寒冷夜晚,一位疲惫的猎人带回了一只野鸡 他的伴侣或许在火堆旁忙碌着,想要为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在那个时代,食物的浪费是不可想象的奢侈 于是,鸡的每一部分都被利用起来 鸡骨头和残肉被放入一锅水中,慢慢熬煮 随着时间的推移,水逐渐变得浓郁,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这位古代的大厨可能并不知道 他,他正在制作的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未来几千年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鸡汤,这个简单的混合物,不仅滋养了当时的家庭 还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了全球文化中的一个共同元素 随着时间的流逝,鸡汤的制作方法变得更加精细 各种香料和蔬菜的加入使其变得更加美味 但是,鸡汤的核心,那种温暖人心的力量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冬日的暖阳下,还是在炉火旁 一碗热腾腾的鸡汤总能带来家的感觉 幽默的是,鸡汤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还演变成了一种比喻,代表着心灵的慰藉 所以,当我们说鸡汤文时,我们指的是那些能够温暖人心 激励人们的话语或文章 这种比喻的使用,无疑是对鸡汤温暖属性的最高赞誉 所以,下次当你在寒冷的冬夜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时 不妨想一想,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而是一碗跨越千年的历史,一碗承载着人类对温暖和慰藉永恒追求的汤 而你,正是这个美妙传统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鸡汤的传承 祖母的呵护之道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鸡汤一直是温暖身心的灵丹妙药 从古至今,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跨越世代的情感传递和文化遗产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着这碗充满爱与智慧的汤 鸡汤的传承 以及祖母们如何以这种简单的料理 呵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家人 首先,我们得承认 鸡汤的魔力在于它的普遍性 无论是在寒冷的俄罗斯 还是在热情的墨西哥 从中国的家庭厨房到美国的感恩节餐桌 鸡汤都是一种全球共通的语言 它不需要翻译 只需要一口就能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 祖母们,作为家庭的守护者 他们的鸡汤总是有着特别的力量 他们的秘诀不在于食谱的精确度 而在于那份加入汤中的爱 每一位祖母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可能是一片姜,一把香菜 或是一颗秘质香料球 但无论是哪种配方 最关键的成分总是那份无私的关怀 和对家人的深情 有趣的是 鸡汤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者 想象一下 几百年前的某个祖母 在炉火旁慢慢熬制着鸡汤 而今天 她的曾孙女 也许正在用微波炉加热一碗素食鸡汤 虽然制作方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那碗鸡汤所承载的情感和传统 却是一脉相承的 祖母的鸡汤 还有一种神奇的治愈效果 不管是感冒 心碎 还是糟糕的一天 一碗热腾腾的鸡汤 似乎总能带来安慰 科学家们可能会告诉你 这是因为鸡汤中的营养成分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但我们都知道 那些被祖母的爱包裹的分子 才是真正的秘密武器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鸡汤也是一种教育工具 祖母在厨房里传说的 不仅仅是如何熬制一锅好汤 更是如何将爱 耐心和关怀 融入日常生活的智慧 每当我们品尝那熟悉的味道时 就像是在回味祖母的教会 提醒我们要慢下来 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所以 下次当你喝着鸡汤 感受着它的温暖和滋养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而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爱 是祖母们用心灵和双手 传递下来的抚慰之道 而我们 无论身处何方 都可以通过这碗简单的鸡汤 感受到家的味道 和祖辈的呵护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暖 鸡汤的家族情怀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积温心又滋补的话题 鸡汤 不 不是那种灵魂鸡汤 而是实实在在能喝的那种 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 鸡汤都是一道令人怀念的家常菜 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一种家的象征 首先 我们得承认 鸡汤的历史 比我们中的许多人的家谱都要长 从古埃及时期的烹饪壁画 到罗马帝国的美食家 阿皮西乌斯的食谱 再到中世纪的修道院 鸡汤 一直是营养和治疗的代名词 它就像是家族中的长者 传承着古老的智慧和生活的艺术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鸡汤的家族情怀 想象一下 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夜 还是生病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一碗热腾腾的鸡汤 总能带来安慰 它就像是家里的那位 总是知道你需要什么的祖母 总能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你感到温暖或被爱 鸡汤的家族情怀 还体现在它的制作过程中 制作一锅好的鸡汤 需要时间和耐心 就像培养家庭关系一样 你得先准备好新鲜的鸡肉 然后慢慢熬煮 让所有的香味和营养都融入汤中 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关怀 就像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照顾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鸡汤秘方 这就像是家族中流传的秘密 每一代人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入自己的创新 使得这碗鸡汤既有传统的味道 又有新时代的气息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这是一碗承载着历史 文化和情感的汤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鸡汤还是一种共享的美食 它聚集家人围坐在一起 分享彼此的故事和生活 每一口鸡汤都是对家的回忆 对过去的致敬 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一碗鸡汤时 不妨深思一下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这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是家的温暖 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希望 鸡汤 不仅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 更滋养了我们的灵魂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鸡汤这个美味的话题 鸡汤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带给我们温暖和慰藉的心灵食粮 它的历史悠久 从古代的篝火旁到现代的餐桌 它一直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共同元素 我们从鸡汤的诞生开始 那一碗热腾腾的汤往往是古代大厨们的创意 和勤劳的结晶 它们利用鸡的每一部分 将骨头和残肉放入水中熬煮 慢慢地汤变得浓郁可口 这个简单的混合物 不仅滋养了当时的家庭 还跨越了时间和空间 成为了全球文化中的一部分 鸡汤的制作方法不断演变 各种香料和蔬菜的加入 使其变得更加美味 但是鸡汤的核心 那种温暖人心的力量 始终未变 无论是在冬日的暖阳下 还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夜 一碗热腾腾的鸡汤 总能带来家的感觉 幽默的是 鸡汤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还演变成了一种比喻 代表着心灵的慰藉 所以 当我们说鸡汤文时 我们指的是那些能够温暖人心 激励人们的话语或文章 这种比喻的使用 无疑是对鸡汤温暖属性的最高赞誉 鸡汤的传承 更是由祖母们来承担 他们用自己的爱和智慧 为家人熬制美味的鸡汤 每一位祖母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 但最关键的成分 总是那份无私的关怀 和对家人的申请 他们的鸡汤 不仅治愈了病痛 更是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人 鸡汤的家族情怀 体现在它的制作过程中 需要时间和耐心 就像培养家庭关系一样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鸡汤秘方 这是一种家族传统和记忆的延续 而每一口鸡汤都是对家的回忆 对过去的致敬 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最后 鸡汤不仅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 更滋养了我们的灵魂 它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是家的温暖 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希望 所以 下次当你喝着鸡汤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 而是一碗承载着历史 文化和情感的汤 鸡汤 是我们家族的情怀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家的温暖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鸡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个美味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